首要媒体集团近期调整节目播出时段 第一批过档八度空间的 也包括NTV7每天午夜12点播出的环球透视资讯节目 郭素信上个星期三在国会挑起这项课题之后 今天在以缺乏午夜中文节目 以及东马无法观看八度空间等理由 再次追问通讯及多媒体部 并强调这是为了拯救首要媒体及国营电视台等等 他还强调这些电视节目提供空间 让在野党议员发言向全国观众传达讯息 通讯部副部长拿多斯里在拉尼 随后站起来安抚郭素信 请调即使对方错过了直播时段 还是可以通过新媒体追踪新闻 也提到政府规定每个政府或私人广播台必须有民调 不时掌握观众的喜好 再调整节目内容和时段 确保继续为观众带来优质的节目 NTV7综合报道 本期详续为观众带来优质的联合